第十四届中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的会议今天落幕 市场高度的关注 美国总统确定由川普当选之后 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而最新中国财政部部长 蓝福安重磅宣布 已经批准增加 六兆人民币地方债务的限额 今天正式向社会公布 这六万一元债务限额 为期五天的中国人大常委会 终于落幕 开场就针对房市危机重磅宣布 增加六兆人民币地方债务限额 好让隐性债务有空间转换成 较能受管控的险性债务 此举也大致符合经济学家 六到十兆人民币的预期 分三年安排 2024到2026年 每年两万亿元 支持地方 用以置换各类隐性债务 不过针对投行最想看到的 直接财政四级政策 中国又没给出实际数字 兰佛安只是重提 他在十月中旬财政会议上讲过的话 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挤在空间 和赤字提升空间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谋划 下一步财政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至于川普上任可能会引发的新挑战 中国在人大常委会 目前还没做出回应 但外界预估 眼前救世政策将不止于此 记者庄星联 林佳寅 综合报导